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呢 19号开始为期四天的放华行程 并在昨天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如果你有留意新闻的话 可能会看到这一张 元首在会谈过程中世类的照片 但是什么原因让元首展露出铁汉柔情的一面呢 房地部长林可敏昨晚接受访问时 就道出了背后的原言 元首在会谈的时候 跟习近平主席表达了他对中国的感恩和肺腑之言 他触及已经忘记的柔福王子登顾萨利 当年中国协助柔福王子到中国去进行患肝手术 那么患肝手术虽然成功 可是胃后王子还是挨不过病魔而去世 所以元首不禁在会谈中撒下了男儿类 元首的父爱也深深地打动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而在场的中国资深外长王毅 所以他们都觉得元首是一个非常疼爱儿子的父亲 也愿意能够跟我国的关系除了在国家层面 也能够深化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家崎只奥 今天不IS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